今晚我很高興看到黃秋生的成就 那時候他十幾歲的時候來我們中心玩 那時候我帶他去行山 說真的有時會碰撞走錯路 想不到這部戲原來是說我怎樣帶他去走錯路 但終於是走出一條正確的路出來 我看的時候突然間我有一個很大的感觸 就是好像說回我以前和他之間發生的事 我現在來到的時候看到他的成就 還有說我和他之間的故事 我真的很開心 很多謝大家 也很多謝他 作一個跟我有關的故事出來 他在說笑說不好意思說阿sir死了 其實說真的我現在還在 不過說日後都會 總之真的很開心 受寵若驚 很多謝各位